别克这款车豪华内时早点铃声发动机 但推出三年就被停产 别克是一个知名汽车品牌 它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早期的军威 还是拥有当前的中国大部分品味市场的金油吧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别克在中国的地位 与其原始美国地位完全不同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雪佛兰的地盘 而通用是全局策略布局 让别克在中国的地位 在中国的优先级更高 今天要带给你的是别克新世纪 上期通用核四后推出的第一款国产别克 这辆已经停产了别克 仅用底盘车身兼顾斯坦克 首先是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有两种动力版本 一款发动机是3.0升V6版本 另一种12.5升V6自然清晰式发动机 具有非常好的行驶性 和最大功率112千万 这种数据还不足以跟上今天的时代的步伐 另外根本没有操纵感 而且它的油耗特别高 机箱据说是北美森林紧车的底盘 拥有极高的韧性 防重量也是非常的厚实 硬得像坦克 其次在外观方面 新世纪的设计风格优美 大型车身 圆形车头灯和圆形车身线条 以及最受赞誉的做工 另外是内饰方面 用豪华来形容实在好不过了 大面积的木纹装饰面板 采用优质皮革 特别是小整顺的方向盘 非常高档 最后可以说新世纪绝对是许多人眼中最舒服的美系汽车 可事实上它并不是中国人的偏好 所以它在推出仅仅三年后便停产了 作为第一任在中国由通用推出的模型 这款新世纪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